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規律局的珠寶3D設計教學頻道 十分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影片 不過這邊還是讓我們花一點點的時間做個簡短的說明 首先我們有針對珠寶設計做出相應的環境設定 如果是新朋友的話一定要點開我們每期影片的完整資訊 然後跟著我們設定指南的影片做一次環境設定 其他背景知識的影片也都會在這邊條列出來 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再慢慢觀看 還有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做得不錯的話 麻煩一定要幫我們訂閱分享小鈴鐺 接著就讓我們進入這一期的主題教學吧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六爪相鑽戒 這次會透過鏡像和正列的搭配 做出這種一體成型的六爪相做 那這次用的是0.3克拉大小的鑽石 在上式圖添加一個網格園 頂點數用12 添加細分表面修改器 進入編輯模式 對照鑽石調整想要的斜度 斜度 斜度好了以後沿著髮線方向擠出厚度 厚度用0.9 把枢纽点改成状态中元素 再把上下的外圈loop各自对齐内圈 然后把轮廓都先做成硬边 接着我们删掉多余的部分留下12分之1的结构就好 然后添加镜像修改器顺序记得一刀第一 接着是做环形阵列 添加空体 转60度当作阵列的角度参考 合并跟头尾合并记得开启 到这边相做的重构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只要滑动顶点相爪的样子就做出来了 不过这边还是要预留完整的结构 所以我们直接用割刀切割出需要的结构线 用滑动做出相爪的缺口 有缺口以后记得把这边的面补出来 一样把轮廓做成硬边 再来就是依照需求增加loop 还有搭配滑动调整形状 记得这些形状的调整都是用滑动哦 底部的缺口一样是用滑动处理 然后一样需要结构线 KAC切除需要的结构线 哦错边了 底部的缺口是在这边才对 一样把面填满 说 终于做员边 继续用滑动调整形状 继续用滑动调整形状 做员性状处理 继续用滑动调整形状 部的转速途 rides 继续一起拍破 reboot 这样子状了 直起龈流又 pumpkin 继续用滑动调整形状 スタント 낮 继续做成硬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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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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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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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